好 歡迎收看 全民最愛的黨 我是劉家昌 那麼我們今天討論就是政治人物 小英出專輯 小馬拍MV 候選人都快變成藝人 你有什麼歌要推薦他們唱一下 或者什麼跟他們建議的 通通可以拿來討論 那當然我們問一下 這個大家說我這個 李坤宜最漂亮的時尚女性 對 你來講講看 你要給他們什麼建議 你還沒有叫時尚李坤宜 你要這樣講嗎 你要有點禮貌 我都叫你一聲大師了對不對 你的歌我也有唱 沒話沒話苦吊吊吊 好啦 不唱這個 我也想說 小馬哥真的是大言不常 因為阿公常跟我們講 提到小馬哥就很生氣 他說他三陣總統當中 軍購他是買的最多的 花了60億美金 你花那麼多錢 只買他什麼 F16AB型戰機的升級版 升級版就要60億那麼多錢嗎 你的CD都買不到 F16CD版都買不到 所以說白雲就很生氣 氣得他自己出了一張CD 然後呢 太賠光了 是不是 他的重型摩托車也拿去盪了 還有那個中古的賓士車 也拿去盪了 我跟你講大家可憐他的話呢 就大家買一張CD 給他撐撐場面 要不然他可能家破人亡了 我想說呢 我阿公才是最厲害的 因為你那個 這個感覺就好像 我們到菜市場去買菜 要買新鮮的牛肉 你說沒有 然後呢 算你便宜一點好了 花60塊 然後呢 我給你一個瘦肉筋 然後加熱水 然後把你那個泡麵裡面的 那個乾燥的牛肉呢 把你弄好吃一點點 有這樣的道理嗎 所以說根本就是沒有道理的 所以說要唱哪一首歌 就是要唱 跟我阿公有關係的這首歌 阿公是一隻偉大的人 他人的命裡叫車禮停飛 出個MV 唱個歌就可以到選總統 那接下來是不是要去 拍電視劇演電影啊 那電影咖九孔拍了七部 沒有一部上映的 那既然沒有上映的話 乾脆九孔來選總統好了 謝謝大家 這個 講到還沒上映 這個存檔這麼多 不見得是好事 趕快上映 有可能 半年之內七部電影全上映 通告刨死你 九孔 謝謝大家 那這個 這個陳菊 謝謝是劉大師 是 你這個高雄 我覺得我是看人 你做得真的不錯 謝謝 當那福島這些國片拍攝 我覺得你租界這個場地 就值得大家敬佩 對 而且最近有滿多 台北很多藝人 都到這個高雄去拍戲 有一部叫做這個幸福蒲公英的 連白雲在裡面都尬一個角色 你也尬 這麼忙他都能尬角色 辛苦他 最近有一堆人想出來選總統 平安民就是要通過連署 我看不用 不要這樣麻煩了 我告訴你 多做多風險的 還有國民黨 什麼什麼戰武團 台灣加油戰 搞一些有的沒有的 結果 人民的生活還是苦 這樣啦 這樣才有更好 對嗎 怎麼像我們的小運主席 有聲望又有能力 不然最近我告訴你 他做事情過 過過唱歌 我是覺得 他最近出這個唱片 我一直在想 是不是能跟這個白雲 一起來搭配 歌好聽 MV拍得又棒 太油膩了 太油膩了 沒有 你這樣用力給我 就見切說就講我成局嘛 對不對 但是你放心 最重要就是說 只要我們小英主席 跟白雲站在一起的時候 肯定不用說話 不要講話 就能讓大家感受到歡樂 還有那個親和力的氣氛 所以小英主席 你就這樣比較快 跟這個白雲合作一下 雖然他花片 他跑宣傳很繁忙 他10月1號之後 都要跑宣傳的 但是這個絕對 我跟你講 人民 我跟你講 如果這個孩子 你怎麼一定要特地鼓勵 最近 他送我一張專輯 我不是開玩笑 來 你看看 你有沒有看過專輯這麼大 菜小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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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不是 這不像那個 間廟室那這麼大塊 你看看 我打開我本來以為 裡面有一個什麼 控肉便當你知道嗎 裡面裝一個什麼 白雲寶寶 他可以一張CD 你以為我不會唱嗎 其實我有聽過 來 裡面有沒有送那個 台灣人本的優待券 沒有 這一點不能送 好啦 來 阿不然老師 來Music HAPPY吃百里 好聽 我唱給大家聽 我會啦 你 謝謝 謝謝 這個人家說白雲出專輯 是要唱歌給別人聽的 其實不是 可是他出專輯 為了他自己要作秀 有個話題 好 那我們來看一下 徐主席的榻榻米 聖鳳姐 是誰啊 歡迎來到徐先生的榻榻米 這裡是我思考國家大事的地方 你衣服弄到墨水了 怎麼辦 就丟掉好了 不能丟掉了 這麼清覺美德 怎麼處理呢 很簡單 你聽看 你可以用米飯加上鹽巴 再搓揉一下 然後之後大概五分鐘 然後再用這個肥皂把它洗一洗 它就乾淨了 就這麼簡單 是不是 直接就不用丟掉了 送給你了 好啦 這是我們的美德 今天有什麼問題要問我 主席 主席 這美國衛星碎片 有可能擊中台灣 那您的看法是 這很嚴重耶 你看看 說美國所有一個 廢棄的衛星 要掉到地球上來 而且聽說六噸重 開玩笑啦 六噸重 就算經過這個大氣層 它被空氣摩擦會削減一點 但是大概還有五百多公斤 五百公斤 不要說五百多公斤 你五公斤的東西掉下來 重力加速度它有多大 對不對 更光是五百多公斤 對不對 而且最重要的就是說 它炸下來的時候 有可能會擊中台灣 主席 這擊中的機率是三千分之一 話不能這樣講 對不對 有人買中樂透是幾千萬分之一 還是有人中 對不對 萬一打到台灣怎麼辦 對不對 所以說反正 我覺得美國這樣嚇人 是不對的 如果我當總統的話 如果我當 當然我現在初選沒有過 2016再說 我當總統的話 我已經大刀破斧 我就發射一百多個衛星 到美國上空 動不動就說 可能我們報廢的這個衛星 會砸到美國的本土 看他們嚇到他們屁滾尿流 對不對 可是你們一定會 我哪來那麼多錢發射衛星 不管嘛 對不對 我們先嚇他 先發誌人 先嚇他們 對不對 那到時候再說了 是不是 我不是不負責任 要負責任 我說實在的 美國要負責任 他們應該提出賠償機制 對不對 砸到哪兒 賠到哪兒 對不對 砸到台灣砸費多少民宅的話 他就要賠 對不對 就算砸到公海 砸死幾條毛蠟 毛蠟也要賠 對不對 你只要提出這個誠意 提出這個機制 大家都不會怪你 你不能說 可能會掉到太平洋 或者台灣 嚇人家幹什麼 對不對 你沒有提出賠償機制 不對的 好啦 還有什麼問題 主席啊 有一個 白鯊給我們 釣釣的釣罩 去幹你站 扣三十分鐘 怎麼這樣 你這問話好像 你在把他髒話 是這個意思啦 我知道啦 其實啊 平常我們說實在 老百姓啊 這個違規被警察 攔下來 這心情就很趕 趕到無奈 但是呢 這個 那牌照又被釣扣 心情更差啦 那心情差的時候呢 你又不能對著 當時這個 攔你的警察罵 對不對 你罵他 你可能直接被扣到警察進去 那心情很差怎麼辦呢 這個老百姓 可能到監理站的時候呢 就對監理站的人員 破口大罵 倒沒了是監理站的人工 對不對 他法當局不是他們開的 他要忍受你們這些鳥氣 對不對 這個釣釣哥你剛剛講的 這個釣釣哥 他就還一肚子火耶 他就跑到監理站 就直接罵那些員工 他說 你們國道高速警察 第一大隊 你不要再假 你不要再假 你相不相信我浪個圈倒 就像打保齡球一樣 拆開 對火雞出來拆開 厲害耶 我們平常都訓練不到這種台詞 他竟然集中甚至可以罵出 這樣的台詞 而且一罵罵30多分鐘 而且重複一直罵 這厲害 你乾脆放錄音帶就好了 是不是 他就全部這樣一直罵 那我覺得 監理站的人員工真的是 承受這些鳥氣 他們實在是太委屈了 如果我當上總統 我要大刀破斧 我直接就把警察派出到監理單位 只要有受氣的老百姓 來監理說 繳罰單或怎麼樣 看到警察 就破個他媽 我相不相信我讓你們全倒 這警察一定要修身氧氣要很好 我要挑選 你被他罵 怎麼罵 你都罵不還口 就好像銅像一樣 要承受老百姓這種鳥氣 對不對 因為怨氣 開罰單總是倒楣 對不對 被人家罵一下無所謂 這樣才能夠達到天下太平 好 謝謝 還有什麼問題 鳥長 桃牛娘的PV 還像L影片一樣 都說得到 如何 謝謝 謝謝 這是日本記者來問我 很感謝她 因為有她讓我國際知名度 提升很多 因為她是日本記者 剛好聽得懂日文 這厲害 她剛剛問 這台灣豆花妹出新歌來 我覺得很好 對不對 你看豆花妹 食而清純 食而狂野 現在他有拍MV 錄製新歌 新歌我有聽過 我也會跳 他知道 I 扶了 You 扶了 You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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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先辦 接錯了 You You 是嗎 You You 看中間 看都要看重點 所以他MV我有看 而且他MV一開始 先對鏡頭放電 那個揉焦的 揉焦的程度好像是揉麵粉 是有弱無的 最後他還脫了一件衣服 感覺看起來好像是看A片 其實無所謂 我覺得很好 不要說怎麼樣 其實有些人拍A片 都還滿有創意的 對不對 你想想看之前 眼線片阿凡達 阿凡達上映的時候 馬上就有這個模仿的A片 阿凡達 就出來了 全身塗藍色了 這好像還滿有刺激味的 而且最近日本有一組AV女優 組成一個團隊叫Karia 她是幹什麼 她是專門模仿 韓國的一個團體叫Kara AV女優 模仿人家偶像團體 人家韓國的偶像團體穿熱褲 結果這些AV女優穿什麼 她穿第一次褲 更嗆 你只好不看都不行 不是 我的意思是說 她就講話 對不對 所以我想接下來 這個多花妹可能會被日本人模仿 所以說多花妹可能會被日本人模仿 所以說多花妹可能會馬上紅到日本 安心要注意啦 原來非 多花妹要注意啦 不能讓多花妹搶先一步啦 沒錯 什麼沒錯 你這麼替她 安心啦 要小心喔 所以蠻有心機的 沒有跟她說話 好啦 這個拉拉扎跟大家講一堆啦 那我 我時間差不多了 我要去學多花妹新歌啦 要不要一起去學 OK 家人啊 你看啊 I pull up you pull up you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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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有沒有 這個動作就走了 走… you you 走… 走… Yaha Thank you